12号早晨,嘉明村的刘姓住户他遛狗的时候 发现一个男子在他住家对面的田边草丛里头 身边还有一台电动辅助自行车 他赶快报案,经嘉明所的警员到场之后 发现这个男子是倒在田边草丛里头 叫唤他并没有反应,也没有意识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这个男子已经明显死亡了 警方调阅入口监视器要调查厘清案情 嘉明村的刘姓村民在遛狗时发现 一名男子倒卧在附加对面的田边草丛内 身旁还有一部电动辅助自行车 并向嘉明派出所远警报案 经由嘉明派出所远警到场之后 叫唤该名男子并无反应以及意识 新秀消防队员到场后 也发现该名男子已明显死亡 在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花九县2.9K北上 嘉明村留性住户六狗时发现一名男子 倒卧在田边草丛内 身旁有一部电动辅助自行车 发现后赶紧向派出所警员报案 经嘉明派出所警员到达现场 发现一名男性倒卧该处入边田边草丛内 经叫唤该名男子无反应及意识 新秀消防分队到达现场 发现该名男子已明显死亡 为松医救治 经查该死者为赖姓男子六十三年次 因不明因倒卧于嘉明村田边草丛内 身旁电动辅助自行车 车体无明显车水 赖民身体也无明显外伤 经吊液监视器 赖南骑乘电动自行车 流南往北行驶 行经嘉明村二支九号对面田地池不慎掉落 现场无刹车车痕及其他车辆擦装置情势 至于死亡也应善待相验 经查死者为赖姓男子 不明原因倒卧于嘉明村二支九号旁的田边草丛内 身旁电动辅助自行车 车体无明显的车损 赖姓男子也无明显的外伤 至于详细的肇事严育 调阅道路监视器 目前正在调查厘清案情当中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的吧